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今天呢是白宮的另外一位 是白宮的國家安全會議的發言人John Kirby 那麼呢他今天就說 不論是誰當選聯邦眾議院的下任議長 拜登政府要繼續的支持國會議員 去海外進行官方訪問 包括台灣在內耶 那一看到這個呢 我第一個反應是說 昨天我們還在新聞當中呢 我們在節目裡面呢 這個亮哥那時候也在分析嘛 然後還在聊到就是說 其實在習拜會之後 本來看起來中美關係稍微緩和一點嘛 所以如果一問到什麼 調查新冠病毒起源這種事情的話 都覺得有點敏感喔 所以是不是就先不要碰 不要去碰觸那樣的一個話題 比較好吧 可是結果呢一覺醒來就看到說 支持不論是誰當上眾議院的議長 我們當然第一個想到是McCarthy嘛 那麥卡錡如果是他的話呢 難不成因為他之前也講過他訪問台灣 現在就說支持囉 所以拜登是在幹嘛呢 這是他慣用的所謂的兩手嗎 可是習拜會後不是還有很多的事物 要持續的推進嗎 這個時候來這一套什麼意思呢 賴老師 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很簡單 就是美國在協助大陸掃清 改變台灣海峽兩岸的現狀 美國一直在努力幫大陸做這件事 過去大陸對台灣有一個默契 應該講是說間接的不否認 這不是拐彎抹角 台灣以前有自己宣布的ADIZ 那是美國幫台灣畫的防空識別區 不符合國際法 但是當川普時代就是特朗普的時候 那些部長來台灣訪問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到今天為止 所有的中國大陸解放軍的戰機跟戰艦 都在這個東南跟台灣的西南空域 這個地方做演訓 而且做定期的巡航 也就是說ADIZ被美國就劃掉了 因為美國協助中國大陸 把台灣的ADIZ就拿掉了 那裴若西這次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以後 大陸在台灣四周舉行很大規模的軍演 過去是很少這樣做 96年那時候曾經有過導彈的演習 但是那是點 四個點 可是這次是在整個台灣的海域 還有就東 西 南 北 全部包圍 那麼進行這樣大規模的軍演 對不對 維台軍演 對 這個維台軍演 台海的中線就被抹掉了 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台海中線 在前幾個禮拜 英國的貿易的副部長來到台灣的時候 63架次的飛機越過 然後有43架 不是次喔 是43架的戰機就越過了台海中線 台軍 美軍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沒有台海中線了 那今天大陸的國防部的發言人 被記者問到說有關於廈門艦跟我們的馬弓艦 在台灣的東部24海里的毗林區 那個地方相遇 那大陸的解放軍說沒有所謂的什麼線 什麼線的 什麼24海里的沒有這個東西 那記者就問到這個大陸的這個發言人 他說讚 對 為廈門艦點讚 對 那如果說今天麥卡錫 來到台灣 對 我相信大陸對於台灣四周的軍演 很有可能就會進入24海里 甚至進入12海里都不一定 所以再也沒有所謂的12海里的 這個所謂的領海 也沒有毗林區這個概念了 可能都被抹掉了 所以我才會說 是美國在協助中國大陸 把台海的現狀全部都改變 以後大陸的海軍 空軍 在這個24海里 甚至12海里這個地方進行演訓 也會變成一個新常態 你想想看是不是美國在幫大陸 所以難怪他是要幫大陸 所以他支持這個眾議院議長訪台 因為當大陸在做這些軍演的時候 美國敢怎麼樣呢 美國雷根哈姆躲的一萬八千里遠 實際上是一千五百公里以外 因為是中國大陸導彈的射程外 美國雷根哈姆躲來躲去 躲來躲去不知道躲到哪裡去 後來被人都抓到航機了以後 都離開一千五百公里 那你想想看 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更縮小 靠近台灣更近的 大規模的圍台軍演 那美國的航母躲得更遠 然後台灣的民眾更徹底的認識了一件事 就是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若磐石 磐石是假的 是空話 所以等於是美國協助大陸 讓台灣的民眾清清楚楚的看到 美國是在騙台灣 是在謊話 他的承諾都是假的 因為美國的軍人跑得遠淵的 溜得遠淵的 那不是在幫台灣嗎 那你的意思是說 中美關係更推進一步 然後也是中美 中美關係推進了 但是也讓解放軍推進 靠近台灣了 我覺得解放軍一定會再更靠近台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因為現在眾議院是共和黨的嘛 對 那共和黨 民主黨不能得罪共和黨啦 所以不能得罪眾議院啊 可是問題就在於 美國可以一面說 哎呀我們歡迎 而且我們支持 但是暗底下告訴台灣說 你敢邀請試看看 沒有人邀請誰 他怎麼來啊 台灣的立法部門如果沒有邀請他 他怎麼來啊 所以人家問外交部 吳釗燮 吳釗燮說我也不知道啊 但目前沒有接到通知說 他們要來啊 好另外一部分 AIT呢 他不會請吳釗燮去喝杯咖啡嗎 說這個是不要給我們找麻煩 所以我覺得後面的戲還有很多 不是那個發言人 不是Coby所講的那麼的單純 對 所以表面上是這樣說 哦支持支持 可是呢 下面的動作未必如此 所以搞半天可能說一套做一套嗎 那吳釘 那真的我們就問 眾議院議長 你覺得那個麥卡錫 到時候是麥卡錫啊 應該是毫無懸念嘛 如果是他 他說要來 他真的會來嗎 那他什麼時候會來 來了以後 大陸解放軍 真的會像是裴洛西訪台 當時那樣的圍台軍演 或者是讓情勢更加的升高嗎 其實說真的 我們今天也看到 這個陳明通也在回應啊 他說中共的紅線 是不斷的漂浮的 其實呢 不斷漂浮對不對 然後他說其實這個 他們這個議長訪台的話 其實是要經過 這個台美共同來決策 來協商的啦 那到底協商出什麼來 不知道 第一個啦 台美議長 你確定我們有資格跟他協商 你確定我們有資格跟他 還不是人家說要來就要來 對不對 那問題是 裴洛西其實是我們邀請來的 那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主要是看台灣的選舉吧 民進黨 覺得什麼時候需要 美國老爸來幫臨門一腳 所以你們會故意製造兩岸之間的衝突 才讓他來吧 那陳明東講這個非常不負責任 說什麼叫大陸的紅線是漂移的 我覺得非常好笑 這個 人家的紅線其實本來擺在那邊的 本來中國大陸 雖然大家都沒有明講 可是他是遵守海峽中線這個協議的 那是因為我們自己 要去把裴洛西弄來 結果這個海峽中線 從此之間就改變了 再也不存在 對 那麥卡錫 以麥卡錫這種個性 我認為他會選擇來 我認為他會 那問題是當上議長前還是後啊 我覺得這就要看麥卡錫 拜登政府有沒有辦法跟他協調 但是我覺得以現在拜登政府 要跟他協調也不容易 因為麥卡錫想的 絕對是要成就他自己 那如果他要成就他自己 他當然是要上任議長之後 風風風風風來 他幹嘛還沒有上任議長之前就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老共這次的反應 絕對不會像上次裴洛西那樣 我覺得他會一開始就開始弄 也就是 可能麥卡錫都還沒來 他就在臺灣附近演習 我認為非常有可能 我讓你知道 來個先發誌 因為上一次老共還想說 你是不是 因為之前還有跟 習近平還有跟拜登通話 所以還會想說 是不是你們到最後會懸癌樂 可是自從上次有得到這次教訓之後 我覺得老共根本不會等你啦 我還等你飛機在那邊繞繞繞繞 半天看你會不會來 我就直接陷在你臺灣附近演習 反正現在 老共實際上 24小時在臺灣周邊都有傳見 所以我覺得要把情況搞得更糟的話 那民進黨大可以繼續試試看 好那要請教李老師 那你看這個當然智庫啊 學者也都分析了 包括CSIS的中國實力計畫主任林洋 他分析說不認為台海近期內 會發生軍事衝突 但仍舊有變數 比方說其中選舉之後 未來眾議院議長是不是會訪台 這會是台海的新挑戰 而前CIE的分析師 前東亞情報官員卡爾佛他則說呢 如果未來眾議院議長訪台 對北京來講 可能是一個新常態 就眾議院議長定期訪台 因為很快他就來了嘛 那這會不會就是一個新常態 有可能會引發強烈的反應 老師怎麼看 對 我覺得現在就是兩個新常態 第一個新常態是 裴若西訪台之後造成的 那中國大陸共軍對臺灣的 這個軍事的壓縮非常明顯 那我們面臨到壓力很大 那假設麥卡其之後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來臺灣 不像上一次 因為上次裴若西訪台之前 是1990幾年 精銳氣嘛 那假設變成常態化 那我覺得臺灣 這個變數真的是很高 那還有一個地方重點是 到底台海有沒有危機 其實我覺得美國官方講法 也是反反覆覆 之前一直在講2017 非常2027非常危險的 也是美國官員 前後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前這個中情局的局長副局長 在公開賞合國會作證說是這樣講 但是當拜登把這個情勢 稍微壓下來之後 我覺得這個大家開始說 好像沒那麼危險 不會 但是可能會有些變數 那回到剛剛我覺得 麥卡錫回來 因為拜登對於這個裴若西的 這個影響力稍微還是比較大 但弄那麼久之後裴若西說來就來 但是對於麥卡錫而言 我覺得現在我覺得就是一個 軟硬兩手非常清楚 他講說不阻撓 但是我也沒說鼓勵你來 但當麥卡錫說他要來的時候 我覺得白宮對他的影響力 相較於裴若西是非常有限的 他來美國的軍方國防部 就得準備他的規格 那這裡面就變數非常大 所以台灣不能掉以輕心了 不是說來一定對台灣好 我覺得還要看長遠的關係 是 不過事實上賴老師 我們看到美國是怎麼看待中國的呢 一方面又想要跟他進一步的推進 交流 合作 還有發展經貿等等很多 可是現在 依然還是視中國大陸為威脅 而且認為連在太空 中國都是個威脅 你看美國的太空軍 他現在開一個新的區域指揮中心 開在哪 開在夏威夷珍珠港的聯合基地 要來掌控全印太的太空軍事行動 美國的防長就說 中國是險見的威脅 尤其是在外太空更是如此 真的很緊張 然後你看再來 Politico現在也報導 光是華府上空的禁區 就發現好幾百架中國製的無人機 就在過去這幾個月 然後他們擔心是外國間諜 在活動的新手段 看到大疆的無人機 就好像看到什麼一樣 幹嘛要這麼害怕呢 連盧比歐都說 任何來自中國的科技產品 都有真正的威脅 風險 潛在的漏洞 都可能是被利用的 大老師 我覺得這些人他們恐中症 已經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步 病得不輕 我覺得他們已經進入了一種 我們把它叫做為朝暮皆兵 朝暮皆兵就是疑神疑鬼 驚恐萬分 那現在美國的這些智庫 國防部的官員 國會議員 每個人講到中國的時候 都是驚恐萬分 然後害怕他不行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科技能力 確實是一日千里 讓美國人簡直是嚇到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也看到今天的 應該是昨天出來的 最新的資料 中國大陸在聯合國登記的 有效的專利數 已經超越美國 成為全世界第一個 這個專利數最多的國家 我們強調是有效 也就是被批准 還繼續在繳 這個商標費 專利權的費用的 而且一超過就超過30萬份左右 我們一般估計 再經過10年不到 中國大陸一個國家的專利數 可能會是G7國家的總和 那意思也就是 中國大陸的科技能力 會超過美國 一定會超過 所以美國的這些人 他們就越來越害怕 他們現在只要用到中國的東西 只要中國生產的礦泉水 他們就會想 你這個礦泉水 可能會有奈米機器人 可能會把我們的 喝進去以後 我們解出來的大便 或是尿尿的話 所有的數據 都會立刻傳到中國大陸去 那他可能用的任何一支筆 這個筆可能會有 這個奈米機器人 所以當我的手上去的時候 我們的所有的生物的指紋 都被他收集 他馬上傳輸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馬上建立起 這個整個美國人的 數據資料庫都在美國人手中 這個叫做草木皆兵 恐懼萬分到這個地步 你想想看 恐懼到已經脫離知識了 已經變成沒知識的一群政客 這個簡直是可怕 所以Ruby我們就不用講他了 大疆無人機的數據 可以傳到中國大陸 坦白說那美國 你用美國的手機 還好我不用美國的手機 我們有我的領導一直說 可以用一下美國的手機 那我就一直懷疑美國的手機 會把我的數據傳到美國去 那我變成另外一個Rubio 是不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任何這些高科技的產品 確實它隱含了後門 美國的微軟 美國的手機 美國的臉書都有後門 那問題就是因為美國人 幹盡所有的壞事 所以他們認為中國大陸的所有 跟科技有關的東西 也應該都有後門 這就是美國人幹的事好 那現在太空軍我覺得 它的危險在哪裡 太空軍它基本上來講 是對於太空的人造衛星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甚至太空站都會構成威脅 那美國人嘴巴講的是說 它會建立防導系統攔截 但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有 這個方面我有做了一些研究 基本上來講太空軍的組件 是為了摧毀衛星 所以我覺得如果美國一旦 看起來是美國建立了 我相信中國大陸 也一定會建立 摧毀美國在太空上的 這些衛星跟數據的所有的計劃 我個人認為 兩個國家要打太空站 中國大陸不見得會輸 美國也不見得會贏 那現在已經開始在釘了 就認為說在太空上面 這個中國也是威脅 因為在2030年以前 美國的國際太空站收回以後 全世界只剩下唯一的太空站 而美國一直認為中國的太空站 可以作為軍事用途 即使中國有保證 我們的太空站是符合聯合國的規定 是做和平用途 可是美國一直認為 你根本就可以作為軍事用途 是 好 所以呢再怎麼樣 就算是商業也會認為 是不是有軍事的用途 軍事的目的嗎 那但現在呢你看 連這個大疆的無人機在那飛 幾百架在上空 在華府的上空就很緊張 可是呢你看像現在說說要圍堵 堵得了嗎 可是另外一頭 現在呢我們要討論 美國貿易代表署 倒是宣布延長了大陸301條款 什麼產品呢 是跟新冠相關的 81種醫療保健產品的什麼 關稅豁免 這個本來11月30號到期 但它現在繼續的延長 延長到明年的2月28號 那麼這個用意到底何在呢 那等一下呢 我想待會請教一下這個韓濱 因為我們其實談到 這些醫療保健的產品 尤其是大陸製的很多 相關的產品 美國很需要 他們還是從自身的利益來考量嗎 但是延長了之後 那接下來是不是可能 還會有更多的進一步的動作呢 這個很正常就表示 美國現在疫情上 還是有需要這些醫療相關產品 所以當然希望它能夠豁免 然後讓它能夠用 比較便宜的價錢取得 其實這也反映了什麼 也就是美國雖然表面上 它已經不再管新聞被炎了 可是它內部情況其實 還是蠻嚴重的 所以表示它需要這些醫療 因為我們看日本第八波 那個確診的確診數又開始爆高 所以全世界還是一波接一波的 不斷的在出現這個狀況 美國內部應該也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他們一定會需要這些醫材 它是完全站在自己的方向去出發的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一個狀況 那可是對華盛頓上空這一個 無人機我是覺得蠻好笑的 你們自己都講的進飛區啊 進飛區你就把他打下來 不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你華盛頓進區的這些警察在幹什麼吃的 你現在都有那種槍啊 你直接一打把他訊號阻斷 他就掉下來了 那你為什麼不做這件事呢 然後你在那邊擔心這擔心那 而且我說真的 如果美國真的這麼害怕大疆的東西的話 那你就進啊看你的企業答不答應嘛 不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大疆不是因為 就是他要去竊取你機密幹什麼 那是一個很廉價的東西嘛 那你美國用同樣的技術 你做不出這麼便宜的東西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也挺無聊啊 而且事實上之前聯邦政府 都是這樣子的下達了一個 這樣的所謂的禁令 可是很多的州政府他根本不甩 總有辦法可以繞過這些禁令 所以呢其實就是禁不了嘛 所以就繼續飛啊 那繼續飛那就緊張嘛 所以剛剛寒冰說 那大不了就把他打下來嘛 可是呢 真的說實在的 一邊在那裡喊中國是威脅 但另外一方面還是需要中國 脫不了溝 其他的國家不也看到了嗎 這次在習拜會之後 我們看到大陸的外交真的不一樣了 而且我們來看現在呢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那他可能會很忙碌 不是他出訪 而是好多的訪客要到中國大陸去 包括古巴的元首到了 那麼從今天起訪問中國 那除此之外 還有蒙古國預計是27號到訪 蒙古國的總統27號 還有呢就是老挝我們講遼國 那麼是11月29號到12月1號 他的國家主席也即將要到訪了 真的好忙喔 馬不停蹄的 李老師你怎麼看呢 對其實這就是非常密集 因為再加上疫情慢慢平息之後 二十大也確定 所以習近平會不會很忙碌 其實最早包括越南巴基斯坦 坦尚尼跟德國都去了 再往前是印尼 那再加上這三國 明年至少還有什麼 菲律賓啊 馬可士 還有義大利外長 義大利總理梅羅尼 所以這就開始會持續 他的這個大國外交 對 所以他的動能還是非常非常強 我們就覺得 至少可以恢復到疫情開始之前 包括出訪 包括接待 每年出訪可能平均8到20國 那再加上一些多邊的國際組織 所以應該是習近平會很主動的一個出擊 是 而且事實上不論是他出訪或是到訪的 那其實都含瓜了很多不同的 就全球各地 我們講說大洋洲 五大洋 其實都看到都有什麼 都有訪客到來 那我覺得剛才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剛才提到這個 我覺得美國還是應該比較有高一點的自信心 這個還是蠻重要 你不能醫生醫鬼 你不能草木皆兵 你真的不能風聲鶴唳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目前美國對中國大陸關係 其實他還是兩手 一個是關稅 一個是科技 而且科技目前拜登是更進一步 但是這關稅剛講 關稅其實美國我覺得他是 那個煞車踩的是一樣的力道 一直說要減 我們看兩年上台了 拜登到現在 一方面是葉倫 一方面是戴琪 意見不合 不合 但是目前保持這個態勢 沒有放鬆任何在川普執政時期的高關稅 但是科技方面我覺得是踩油門踩得很兇 遠比這個川普時期更強烈 所以目前就是兩手 左勾拳 右勾拳 那一手比過去更加嚴厲 這才是目前美中關係的重點 是 不過說實在的 我們要看的就是歐洲 歐洲是不是真的不一樣 歐洲在什麼 在改變 你看 歐洲的理事會主席 他是米歇爾 12月1號連他也要去北京訪問 而且是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見面 好 那麼他的目標是說 再重新定義歐盟與北京的關係 這也根據南華早報報導說 標誌著歐盟處理與北京關係的方式 發生變化 那麼當然外媒有很多也都在相關的報導 金融時報其實率先也披露了這個消息 還特別強調就是在12月1號 不過呢米歇爾別忘了 他之前曾經講過什麼 他說其實對於中國 不想要太過於依賴 但是呢又很需要 需要 然後呢又說未來也需要更多的創新技術 所以中國很重要囉 那他就說 為什麼重新平衡關係 是這麼樣的重要呢 所以嘛 與中國當局接觸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很重要 然後呢也看到了 現在這個世界在改變了 所以就連米歇爾 歐盟的理事會主席 連他都要去北京 賴老師 我覺得他們一個一個在改變 例如說從德國的總理 法國的總統 還有就是歐盟的外交部部長 那個反華的 就是這一位 這一位嗎 他是反華的極先鋒 你說這位Borel 他對於中國大陸是極端的不友善 他真的 可是他現在講的話怎麼不是呢 這是歐洲人啊 這個就是西方人 西方人是我可以在前一分鐘的時候 我把你說你是我的最威脅 然後最狠 我最厭惡你的敵人 你是極端的狡詐 然後下一分鐘以後就說 我們還是可以做朋友 好那我等一下談他 那你怎麼看米歇爾 米歇爾他們是顯示出 歐洲人極端愚蠢之後的恢復理性 逐步的恢復理性 為什麼 歐洲人本來就不想在歐洲打仗 因為他們知道這一仗一打對他們不利 歐洲人原本就認為歐洲人 歐洲的事情歐洲人處理 歐洲人解決 馬克宏都說 北約已經老死 所以北約應該結束他在歐洲的存在 歐洲人自己要組建自己的安全部隊 由歐洲人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所以當時的德國跟法國合作 成立那個諾曼第模式 那成立諾曼第模式的目的就是 要透過四方會談 解決俄國跟烏克蘭的問題 有成效 明斯克協議都簽了 結果美國英國去挑撥烏克蘭 說我對你的承諾堅坐盤石 你去弄俄羅斯 你可以交出北約 這件事機就幹了 做了以後 強身把歐洲人的底都洩露出來了 因為當開始開打的時候 法國的總統是認為不會打 不應該打 德國是認為 俄國 烏克蘭就趕快輸掉 反正他們希望趕快搞定 然後輸掉 結果他們很明顯的發現 美國跟英國他們要戰爭一直打下去 接著美國跟英國透過 G7 再加上透過NATO 逼得歐洲的國家 完全要追隨他們 不追隨就修理 就制裁 就懲罰 不追隨著歐洲的國家 歐洲的企業目前經營不下去的 歐洲要被美國人掏空了 這個時候他們才恍然大悟說 追隨美國去反中簡直是愚蠢 現在在做回頭 再做回頭能夠回頭多少 我覺得要看美國壓力是多少 因為這些軟骨頭的歐洲人 坦白說我自己是留歐的 我們歐洲人以前骨頭很硬 我沒想到軟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一代的歐洲人 簡直是很糟糕的疫情歐洲人 現在開始轉了 開始依給往中國大陸跑 不過我們線上還有很多網友怎麼說 為什麼不是馮德萊恩 還以為是馮德萊恩 馮德萊恩沒有這個地位 因為歐洲理事會是部長級會議 它是由27個國家的部長組成的 然後這個米歇爾他們本身 他們這個會議的目的 就是在幫他們的國家的元首 就是27個國家的元首 去鋪陳他們的高峰會議 做決策用的 所以它是一個決策機構 權力是比較大的 比馮德萊恩大很多 馮德萊恩是雙重國籍 它到底是德國人還是美國人 要問一下馮德萊恩